民主是前人类的共同价值 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于坚持的重要理念 我们党曾成立起就始终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 我们党从国内外政治发展得势中 深刻认识到 中国的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必须深深打根于中国社会脱缘 照抄照搬打过政治制度行不通 甚至会把国家前头命运葬升掉 民主不是西方国家的捐利 更不能由西方国家来定义来自说自话 民主的本意是人民当家族局 一些西方国家所引以为傲的闲局民主 实际上是资本支配的闲局 是资本集团的游戏 是有钱人的民主 不是真民主 有钱人的民主 descub虽了 even если你还是不得及tles 自己冰身 dissolоло